粉冰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挑战 AVJ的这个行业呢 frage 这个好像就不是 但我自己都有 这也是 自己有没有 但是 好的 欢迎回到 一个晚上秋雨跳的暗黑小伙伴 今天的暗黑小伙伴是石川玲小姐 我是石川玲 我们今天就要来开开她的箱 开她的包 让大家知道她准备了什么东西来到台湾 首先就是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 那边看起来就觉得好可爱 这个是一个小动物吗 它有没有名字啊 这是 我现在就要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首先這個就是你知道為什麼我真的會選他 我真的超愛他的你知道嗎 這個Cola 因為他特別在這包包裡面裝一個可樂 是不是因為很喜歡可樂 我從高中的時候就被人家叫做Cola Boy 就是我高中就非常非常喜歡可樂 現在我已經是Cola Uchi-san了 還是一直很喜歡喝Cola 那這個是 這個也是Chikawa 這個也是Chikawa 那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那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MakePoach おすすめ Chikawa Cosme 鏡子 鏡子 梳子 想不到 昨天 這個 Lomland 人 の 烏子 おすすめ これは日本人にもらった おー プレゼント OK この角色是老鼠嗎 不是 你不是說的 新世代多種複合型生物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看這個 哇 軟湯耶 這是我中的鑰匙 那這個是鑰匙包 然後這個是 史川玉小姐的手機 5D Pro Gkawa 也是Gkawa 行動電源 欸 對齁 一瞬的財布 財布 喔 是我沒看到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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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u Miu Miu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它的香 那這個香其實也跟它一樣 它本身好像應該是真的蠻喜歡白色的 白色 對 不過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這次終於不是這個 這個圖案是什麼圖案 是 是 是騎花跟它的好朋友 就對 我以為不是 噴 其實蠻重的 這邊可以看到右邊都是衣服 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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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睡衣 OK 這真的是很可愛 好香喔 對 對 對 看它今天穿的衣服 以目前的天氣來講 它應該是通通用不到啦 ちょっと 熱 對 接下來這個衣服是 它個人的師傅 是嗎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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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可愛 這兩件是很可愛 對啊 這好可愛喔 這裡面是一個 羊皮 我在台灣應該穿得這樣就好 這也是one piece ok 我以為是長褲 one piece 這個也很涼 這個就涼了 ok ok 我們剛剛看完的衣服的部分 現在來看它另外一遍 請問這個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Chi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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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nga Momonga 好 請問他帶這個來台灣幹嘛 一緒に いろんなとこに連れてってあげる 喔 原來也是他的暗黑小夥伴就是 這個是 藍色監獄 你知道我有看另外一個YouTuber 在介紹今年上半年那個 日本的漫畫銷售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這個藍色監獄啦 除了藍色監獄外 他現在有沒有在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他目前在看的動畫是什麼 最近 這個應該是香水啦 那香水我就想到他的好朋友也叫香水 因為我們上次有看到他的YouTube上是跟那個香水小姐一起去烤肉 那我想請教一下香水小姐烤的肉好吃嗎 好吃 本当 這邊 那這邊第一個就是手機的充電線 那這個是做頭髮的 那一回石川さん自身がストレートが好きなパンマ パンマ 也是喜歡捲法 全然ストレートがいいっていう 喔 怎麼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可樂的捲法湯 新しいやつ 那這個就是睡眠用的眼罩啦 嗯 はいマスク 眠りが浅いので こういうのを使って 我やつがおい 餅乾 チーズ うん 細紙的餅乾 那這個是 アスパラ 菓子 ビスケット 台湾のおやつも食べてみたいですか なんかあの あれおいし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ミンティアみたいなやつ なんだっけ なんか缶のやつ フリスクみたいなやつ あれがおいしくて この間TREの時に たくさん買って帰りました おー 這個是陰星眼鏡 カラコン カラコン はい カラー 喜歡有顔色的 好 這個是 これは アクセサリー ヘアアクセサリー ヘアアクセサリー おー メガ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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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 wear a trigger これからの ヘアアマゼ ヘイヘアア水 ヘアア湯 ヘアアアアで 比较重一些 這個超級 這是化妝水 護膚品 喔 OK OK 好 大概可以看到 其實這是我們錄這個開箱以來 最長最久的一次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小雜貨實在太多了 它可以去開那個百貨公司了 石川玲小姐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女優 她可以說是美少女的天花板 其實我在TRE的時候 那首先我最想請教她的問題就是 石川玲小姐這麼可愛 根本是校花等級的美女啦 那當初怎麼會就是想要挑戰 美妮界這個行業呢 其實我也是蠻有興趣的 但是問題是 都沒有人找我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樣 這樣 那其實到現在為止 已經出道兩年了 那出道到現在 覺得這一行跟當初的想像 是不是一樣的 那有沒有什麼地方讓她覺得是很驚訝的呢 なんかこう 思ったより 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 すごい みんなちゃん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 なんか しっかりしたお仕事だな って 思います クリーンでした 那我之前最喜歡的作品就是那一支 就是她扮演一個誘惑學生老師的那支作品 那番號等一下會放在那個留言欄上面 那這支作品的時候 真的覺得石川玲小姐 這是一個非常清秀的一個小女生 不過最近幾支作品 覺得她的作品好像有略為變得hard一些 前一陣子還有一個出亂交的作品 這個其實我看的有點捨不得啦 那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她對於作品有什麼樣的感覺 對於未來就是拍片的時候又有什麼些想法呢 我最喜歡的上面是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那種類型的 我最喜歡的 就像我最喜歡的 那種很討厭的眼神 他還是好可愛 其實就是在不久前的8月 他有來參加TR1 這也是在出道兩週年以來 第一次到了海外來工作 那我想請教一下 他對台灣這一次活動的想法是怎麼樣 對台灣的影迷又是有什麼想法 那未來對於海外市場 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第一次到台灣 在台灣 到底是什麼 TLE是很大 很緊張 人也很多 很多人都會集團 和女孩子都會有很多 我最初是第一次到達的 所以很緊張 很緊張 但是台灣人 其實我要在這邊講一下 石川林小姐的在TRE的售票 其實都是最快就收到 這次Forever的攝影會大概也是在一分鐘之內 就是差不多150個位置就結束了 人氣真的是非常非常旺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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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應該我們會蠻常在台灣見到她的 就是請她就是多多加油 那我們知道石川林小姐在社群上面有做很多努力 包括X、IG、Youtube 她都有非常多的那個表現的機會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就是接下來 就是她對於未來有什麼樣的規劃 然後有什麼樣的夢想 然後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幫忙的 那麼我希望從今往外來的知名度 也希望可以在海外的知名度上 提升到西館的地方 我可以想認識到更多人 真的很難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更多人 我希望可以做到更多的社群 我希望可以做到新的社群上 也要做到更多的社群上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石川林小姐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真的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愛 害我那種很多很色的一些表情 什麼都不敢做出來 真是很怕沾污了她 真的也是可以知道 為什麼她能夠在短短的兩年間 成為片商銷售的看板 以及美少女的天花板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愛 那我們也祝福十串林小姐 接下來在海外 那個人氣節節高升 然後有更多更多的案子 可以找她合作 當然啦 其實也希望我們很 接下來有很多很多 一起合作的機會 非常謝謝十串林小姐 今天的一鍵晚上秋 與她的暗黑小夥伴 我們成功了 我是一個很笨拙的人 糟糕 裙子起來了 我們真的不懂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愛媳婦給你 我愛媳婦給我 我愛媳婦給你 我愛媳婦給你 你喜歡我